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观众 你们好 有到原来中医的时间了 先几次 Tracy 你记得我们请过一位周医师上来 用气功说美容 我记得 做完之后 很多观众打电话来 有电邮 说气功只是练习 但没有时间 他们想有没有其他东西 吃药 或者煮汤水 做美容 所以我们这次又请周医师 周医师 你好 周医师 上一集气功的美容 我也有继续做 比较累 比较累 好像也比较漂亮 多谢 多谢 其实男生也想漂亮 我这次为何特别做 《中医美容全面看》 这次的节目就是说 我这里的中医除了气功之外 有其他东西都可以美容 是吗 没错 那中医里面有什么是美容的呢 中医有很多方面可以美容的 比如说我们有食疗 有针灸 有推拿按摩 或者是用拍击手掌的方法 或者是气功的方法 这些都可以做到一个喷气活血 令皮肤活发细胞的效果 对不起 对不起 其实我们在说中医美容 其实我们中医的美容有没有特别的特色 跟其他西方的美容有些不同 我们在说中医美容 有些异曲同工的作用 也有仔细的内容 微观地说是有些不同 但原来中医美容在几千年前已经开始了 我也怀疑西方人都是模仿中医的方法 都是插摘医症 因为几千年前中医的弱点里面 已经有面膜这种东西 也有外茶、内服 一些调理、美容的方法 远古至皇帝内经 即皇帝时代已经是很久之前 差不多是有五千年了 历史悠久 因为我知道 我们的慈禧太后 也有一些清宫秘荤、美容秘荤 都是用我们的中药做原理 令到一些美容 其实中医美容 其实有没有什么特别的特点 中医美容有 你知道 其实之前那几集我们一直说 原来是中医 其实跟各位观众说过 中医有辨证论治 跟着人家不同的体质 汤水方面 吃下去有不同的体质有不同的东西 其实是否整体上都是环绕这个方案 是美容的呢 基本上是 有一个辨证论治的方法 就是内服外用 都是根据辨证论治 阴阳五行的原则 根据我们身体的变化 例如说如果你本身是濕的 它就要化濕 如果是气血运行不好的 它就要喷气活血 如果是本身有风邪的 就要驱风 就是去邪 如果是本身是不够血的 那就要养血 不够气的就要补气 那个原理跟内服药是一样的 不过可能美容方面 加上可能外敷 外茶 就是我们所谓的一些面霜 面膜 如果是这样的情况 其实我知道西方 现在有很多人买一些发装品 Tracy 每个月好像说 都小不小 西方的面膜 发装品 我们中医其实有没有说 听到一些人用了中药之后 有没有什么副作用 因为我知道早前 有一些不同的牌子 有些副作用 中药有没有这样的情况 中药如果是几千年前 刚刚发明的时候是有的 几千年前 但是经过几千年的发展 它已经将很多不成熟的一些药方 或者是不成熟的对人有敏感 或者是有刺激性的药 它都篩选了出去 现在留得回来 我们在药典上面见到的 因为现今用的那些 其实都是相当安全的 中国人有句话 它什么都不好 它只剩下人多 什么东西都试过了 几千年前就有千千万万人试过了 有好有无好 要去的都去了 所以基本上到现在来说是很安全的 而西方的一些美容或者药物 其实是很多新的实验 最多是十年十几年 真正的副作用可能都未知道的 有些东西 是 是 去除了它的毒性 亦都是 令到药性温和了 另外一件事就是 我们中医还有配悟 比如说我们 一个药里面 不会只有一只药 我们塗上面吃下肚子 其实很多时候是一些 可能十几只药 最少都有六七味药 基本上 配悟的意思就是 它可能增强了 一边的主要药性的功效 亦都是综合了一些 一些敏感性的 或者是一些刺激性的药 一些刺激性的副作用 甚至乎一些毒性的药 都是会减低了毒性 或者完全消除了毒性 看来我们中国人都挺好的 那性在人多 什么都试过 是 是 是 因为我知道为什么呢 我自己其实都试过中药面膜 其实效果都不错 因为呼罗尼好像有些东西 压着压着臉 但是之后 也有那种 普通我们去美容院做 非常好的感觉 臉好像有点弹性 有保湿的功效 我就没有问它是哪些 但是应该来说 都是一些 对我身体体质方面 调教出来的面目 或者是化妆品 因为我刚才周医师说过 是不同的人 所以我那次去到 做面膜的时候 他都跟我把脈 虽然我是医师 我没有出声 把脈 知道我的体质 才开一条方向 其实这方面是我们中医的特别优胜之处 没错 因为有些西方的医生 可能没有照顾我们中医的体质 没错 整体观念 这些时候用了可能 未必都觉得对 我们叫做平衡 中医的体质 是的 说到中医的美容 我知道中医有几件事 在美容方面做得好 例如臉和脏腑 经络和气血 比较紧密的连结 没错 其实我们刚才说过 不同的经络 或者不同的病征 或者不同的时候 我们都会用不同的药 例如说我们 如果有风邪的时候 我们需要驱风 驱风的 我们很多时候会用到白指 或者耗本 这些药 贵枝 薄荷等等这些药 来驱风 驱邪 这些令到皮肤上面 更紧致 而且肌肉不会那么松 是的 驱风 如果本身是 人是比较怕冻 虚弱的 我们需要 保气 运经等等 我们可能会用到 人心 不期 这些药 运经 保气 就是 经络运行之后 面就没有那么黑 对 没错 气息会好一点 红润一点 是的 还有没有那么怕冰 面色也会红润一点 太阳出来 又红薄薄的 这样才能说 周医师 我知道 这么多条经纳里面 特别那条肝经 好像特别对女性影响大一点 是的 为什么呢 因为女性很多时候 是属于阴性体质多 很多时候 很多时候影响情绪 很容易多思 多类 想法会比较多 为什么女性有那么多事 女性 一个月都捐一几天 多烦恼事 是这样的 是的 要找人聊天 是的 其实这就回应 周医师几集前 说过 气功里面的心因 心因成功 令你个人开心一点 没手没手 血行得好一点 又会更漂亮一点 没手没手 这样也不错 刚才周医师说过 中医的美容 又可以吃中药 又有针灸 推拿 拍手掌 或者可不可以和你简单说一说 中药那方面 如何针对美容 或者食疗 针灸 气功推拿 可以可以 其实中医 无论是春秋 东汉 一直到现在 很多医书里面 都有记载这方面的东西 无论是草药 针灸 这方面都有讲到的 尤其是很出名的东汉 叫做神龙本草经 是的 这本汉经很厉害 很厉害 是的 明朝的李时珍的本草 这个大家认识很多 也提到很多这方面的中药 条理 譬如后来的一些 面膜 或者是内服药 中药 针灸 都有很多医书说到的 譬如清朝的医中金监 或者是明朝的李时珍的千金方 明朝的普制方 这些都里面有很多的内容 也提到我们 中医的一些药方 一些针灸的条理 当然都有器皱 就是不同的内藏的因素 譬如我们七情引起的 或者是我们心肝皮肺腎的条理 原来透过这些条理 都会令到皮肤 或者内藏健康一些 因为内藏条理好 为什么皮肤好一些 我们有之以内 仍之以外 不一定是肛经的 譬如不同的内藏皮胃不好 或者是心臟不好 也会影响到 运化水溯 营养输暴 或者是心臟不好 泵血的能力不好 气循环战就差一点 所以也会影响到皮肤的质素 很多时候人们不知道 只是经常外用 塗很多的化妆品 或者是很多人 经常都会说 好像不上色 可能本身里面 已经 已经不好碰了 血气不好 无论怎样塗 怎样油上去 好像灰水不黏上去 为什么是线不紧 好像吸收不到 其实就是内在无条理好 原来 拼命在外面 腹肚也没用 腹肚也没用 都会掉下来 一定是批档 批档也会掉 水泥不够 水泥不够 什么都会掉下来 装修师傅也要教你 不要只由外面的瘤膠漆 要先线底 打平底 打平后 还要先线灰 灰 可能还要塗防潮 然后再塗瘤膠漆 明白 所以同样 我们中医也是 人是一个很复杂的整体 不可以说 你只塗上去 塗上去 这样就可以 它也会掉下来 是 所以里面的底子 我们要打好 所以我们中医有很多方法 是帮助内藏的调理 去改善内藏机能 好像我们有食药的汤水 有内服的中药 都是很好的 当然 如果你能够兼联工 或者经常帮自己按摩身体 不一定会找人按摩 自己都可以 自己都可以 帮自己身体做按摩 拍打全身 或者帮面部做按摩 上次我们也提过 美容的时候 也有教过气功的面部按摩 是 也可以令到面部 气血循环好些 皮肤吸收能力好些 所以 这个需要很重视 外因必须在内因起作用 内因也说是 一定在内面起作用 如果里面不减沽 外面怎样做都是差点 经理好内面就最好 是的 最好是台里面的机能 当然 你外面达些什么都很快 很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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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医师 刚才你提到有些人吃东西的方面 因为我知道有些人 经常吃药吃输也挺辛苦的 你也知道 他喜欢煲汤水 是的 但是我们知道很多家庭主婦 总之旁边的那个 李太太说这条方好的 有些人就煲 有些人什么都不利 总之 不其补气的 就一堆補下去 有些人就说 鱷鱼肉纸卡 一堆補了一堆補 但是有些人吃下去 好像是适得其反的 所以我们刚才说 根据我们的内藏机能的变化 究竟问题出在哪里 我们先找到病源 源头在哪里 源头找到你才能对症下药 不能说 你看到头正痛 你就自痛 你看到脚正痛 不紧张的 查了就算了 我们要找到源头 源头在哪里 我们中医叫做 治标和治本兼治 标本兼治 不只是看见那样东西先治 我们要找到源头 可能你的头痛不一定是 喉有事 可能是其他机能出现问题 或者你皮肤上有问题 未必是皮肤有事 可能你的内藏机能出现问题 所以我们要针对你找到 每个人适应的症状 我们去煲汤 刚才我们都简单说过 驱风用什么药 就是温阳 就是补气用什么药 当然还有很多 比如化湿 化湿我们可以用到 例如霍香 白豆扣 或者是滑石 这些去塑 就是养血的 即是煲汤的时候 可以加一些 当柜 河手污 这些都是养血的药 例如如果你是需要 里气的 可能我们要加一些 药香类的药 例如一些 轻微的糖香 或者是一些 丁香类的 都可以令到有些 里气的作用 不同的症状 我们会因应不同的情况 我知道玫瑰花也能帮忙 玫瑰花也可以 疏光解温 疏光解温 特别的 其实女生修花也很开心 修花也很开心 其实不吃都已经知道 都开心了 菊花也可以 菊花也可以清热 其实星光热 身体那些 比如说虚热 内热 菊花也很好 原来有些 可以分开黄菊和白菊 你知道这些菊花 一般是白菊好一点 对 黄菊拿来送花 我想问中药方面 例如你刚才说去湿 或者补气 我知道中药有些 是不可以一起煮的 对 有些是会破了 还是撞在一起就不好 基本上都可以一起煮 基本上都可以一起煮 大部份 因为中药有很多 我们上用都有 一千种中药 基本上 以落合彩来计 基本上 落合彩只有四十多个人 一千种都很难 明白 明白 我喜欢 我要补血和去湿 我可以一起煮 可以一起煮 对 不会说 正常你也是这样混 不过当然 一次过买 当然如果你有特别的问题 当然是找中医师 特别处理 周医师会问问你 要了 周医师 刚才说 刚刚你说到皮肤 因为我是知道中医来说 肺是煮皮肤 对 有些女生说 肺和白色有关 多吃点白色就可以了 对 对 那是否行不行 因为我知道 那些杏仁糊 那些女生最喜欢吃的 四十多 对 对 其实有没有根据 肺煮皮毛是中医的基本原理 是的 但是很多时候 我们不一定是用白色的药 或者白色的食物 才可以调理肺径 但是很多白色的药 真的可以调理肺径 这是对的 好像 比如说白子 淮山补气 这些都是白色的药 比如说莲子 其实白盒 这些都是修炼 顾涉 这些都是可以 顾涉 一些我们的气息 或者是修炼 一些身体的皮毛 不要令它那么容易散气 是的 也是 都是属于白色的药 当然 不一定是全部白色的药 是针对肺 所以 也是 如果需要 都要看什么情况 什么情况 客观地 如果是简单的问题 你可以自己去调理肺径 来煮湯 如果是很严重的 或者是你真的 搞什么都搞不定的 最好就是用中医 因为 这样说白色 会比较笼统一点 是的 很好 还有刚才你说的经络 因为我知道近几年 很多人都提倡 什么敲膽经 是的 其实有没有帮助呢 敲膽经 其实等于按摩刺激 愚偎刺激的意思 其实你敲膽经经过的地方 是的 敲膽经经过的地方 或者愚偎按愚偎 其实都可以刺激的胆经 令到经历会好一点 原理就好像针灸一样 是的 好像我们平时去按摩 其实也是那个原理 为什么按摩的时候 你按某些地方 又会舒服一点呢 我们那些叫反射区 反射区 足底 脚有反射区 身体也有很多经历的反射区 即是捉肉也可以的 捉肉也可以的 是的 或者我们用去洗澡 也有一些未用的汤肉 其实是 洗澡的时候 如果你煮一些药 拿去洗澡 其实也有一个 我们叫香汤沐浴 也是帮助行气回血 和食药的效果是类同的 类同的 是的 只要你对症下药 或者因应身体的症状 来煮一些药 拿去洗澡 拿去泡肉 泡在水里面浸 浸完之后 也会达到调理效果 也会达到美容的效果 这个我有些经验 Tracy 我知道有一些女生 找我来看病 她说身体有些味道 我说这样 你回去用蠔叶 泡水洗澡 洗澡 我会知道有点香噴噴的味道 加些檀香也可以 加些檀香 加些花的味道 不用浸 一定要浸 浸浸浴 这样会好些 是的 很多种药都可以 好像佩蘭 是的 就是檀香 这些都是 檀香 我们走过去闻到的味道都香 是的 很香的 你浸完之后 整身的毛孔都散发着香气 而且可以通经活乐 檀香本身是理气 通经活乐很好 所以洗澡的时候 加些檀香 或者佩蘭 这些 当然荷叶也可以 是的 但是效果会更加明显 所以现在我看到市场上有些商品 有些用艾叶 冲 SPA 是的 其实都是 同一个都是中药 头脑比较转得快 立刻用一些药去推销产品 是的 也是行气活血 行气活血 也是一个方法 都是很好 好好好 周先生还有上半月结束的时候 想问一问 一会儿下半月长的时候 我们也想问一问 中医中药 刚才你讲过很多不同的类型 其实我想观众都想 或者一会儿可以详细 讲一讲哪些药 例如属于驱风 有些是可以益气温阳 有些是滋宝 但是去下半月长之前 我想问一问 其实有没有一些中药可以 清洁一下毛孔 收细一下毛孔 也有的 好像一些 譬如说 我们用一些白纸 其实有美白的作用 亦都可以令到毛孔有收细的作用 是的 譬如说 如果毛孔血气不好 或者有些龙 我们可以用一些抑霧草 可以令到皮肤上 血气行得好一些 令到那些乳血散开 或者一些龙散开 这也可以令到皮肤有一个 通常那些龙头脂肪 或者塞着毛孔 它就会令到毛孔脏大了 当你能够 即是龙头烧了 或者令到皮肤里面 没有那么多油脂 自然毛孔会收细一点 是的 其实这个我帮Tracy买了毛孔 是的 我只是想不想 就是买回来洗就可以了 也是 买回来煮 其实需要磨粉 为什么呢 我这样问 因为坊间上有些 就是去买中药 回来 磨了粉 做这样敷面 有些它自己蒸煮过之后 做一些汁液 自己敷 其实有没有分别呢 通常就是磨 它是辣出味 是的 通常就算拿去磨 它可能要拿去浸泡 加上某些东西 拿去浸泡完之后 再混合 变成一些糊状的东西 拿去达上面 它通常经过一些时间的泡 可能浸着一些药酒 或者浸着某些蜜糖 它浸了一段时间 不是一达完之后 立即拿去用 好 原来这样吧 好 那我们稍后休息了上半场之后 下半场回来 又听周医师说其他中药美容全面 看 OK 最后 向你诚意推荐 iRe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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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什么你 iRead 是一个公共出版服务 公共出版服务 主要服务非政府组织 公民社会组织 网民等等 将他们的书籍 看物和博物等等 发成电子书 令到读者可以随时随地利用 iPad iPhone 或者其他手提电子装置 观看电子书内容 这个就是iRead 好 各位观众 又回到下半个月的原来中医 上半个月 我们就说了很多中医美容的东西 我们这个节目全面看 基本上除了中药之外 其他又有针灸 什么都说 但是说完之后 其实下半个月 我们先问到周医师 是的 我真的想问一下 其实中医的美容 其实有什么功效和有什么作用 中医美容 其实我们如果在药物方面 或者针灸方面 其实都产生同一个效果 我们主要针到几方面 第一个方面 就是美白 令到皮肤有弹性 亂肤的效果 令到新疹代謝更快 第二个功效就是 令到皮肤细胞的弹性 弹性好一点 各个人都想 懂一声 吃掉 皮肤很有弹性 有弹性自然 咒纹就少一点 是的 细胞得到活化 是的 细胞活化了 咒纹也少一点 第三个功效 其实我们是令到 那个细胞 譬如在皮肤上 很多时候我们会有粉刺 令到它 护肤保护肤的黏膜 保护得好一点 令到粉刺 不会那么容易产生 是的 第四个功效 就是有消炎的作用 消炎的作用 消炎的作用就是 我们很多时候 面上有暗瘡 又有化龙的情况 我们中药很多时候 能够产生到消炎 消肿效果 令到龙头烧了 这个也很重要 因为有一粒粒的东西自然就不漂亮 是的 不吉巴默 是的 就算很粒 有一粒东西就很烘 冬是挺好看的 也会影响了 也会影响了 所以这个消炎也显得很重要 在中央来说 而且很多年轻的女士 现代都很喜欢吃很多 千寨东西 濃味的东西 很容易有暗瘡 或者我们现代人 很多时候出入冷气场所比较多 皮肤容易干燥 黏膜比较容易损伤 又开又生 是的 又开又生 又热又凉 所以很容易皮肤黏膜 底干是下降的 所以中药的功效 是保护皮肤的黏膜 也可以消除暗瘡 红肿 第五个功效 是令到皮肤的去斑 例如出現黑斑、雀斑 中藥可以有退斑的作用 很多時候斑都是因為肛腎、功能不好 令斑的氣血循環不好 而出現斑 所以調訊了內臟之後 斑就會減少 或是未出現之前就需要預防 這是更加重要的 稍後我們來詳細詳細說一下 對於女性斑 很重要 年齡的象徵嗎 年齡的象徵 不是的 其實很年輕的 年齡也有斑 因為她內座不好 一來內座不好 二來曬得多都會有斑 很多時候你見到運動員都會有斑 小時候就有斑 因為她經常在太陽下曝曬 皮膚的質素真的會比較差 會不會是關於內臟 身體損耗過度 例如運動要競技 要有很強烈的爆炸力 自然身體的機能損耗就會比上人快 皮膚好像很乾 對 出汗出汗也有瓶液 瓶液也有好 瓶液也有好 瓶規 好氣 這也會令皮膚質素變差 剛才你提到中藥可以活化的細胞 有時我們看新聞 例如西方的化妝品 他們的原理就是 塗完之後 真的可以立刻好多 原因可能是增生了細胞 細胞增生過度之後 可能不塗的時候 會立刻刷到貼地 會有這個理由 西方是會這樣 我見過很多人用了化妝品之後 一不塗 皮膚變粗糙了 角質層變厚了 死皮是越來越多的 所以一旦不做 做開就停不到 塗完 是挺麻煩的 所以 中醫有沒有這個 中醫就沒有這個病 因為全部都是天然的 醋盆提煉 它不是經過加工 或者是化學合成的劑 所以就是比較天然 皮膚容易接受和吸收 它不會一種 叫做 令它角質化 或者令它一種退化 或者皮膚變成黏膜 變薄了 這個在中藥方面 是一個優勝的地方 是 因為始終中醫都是由內之外 沒錯 沒錯 不單止只是外用 一定是 調理內在 對 那哪個時候開始 令到人做中醫美容好些 你也知道 我們 小時候的皮膚當然是 有那麼嫩 但有沒有說 哪個時候開始 做中醫美容 其實 我們很多時候 古人 其實提倡 我們小時候開始做 小時候已經開始做 對 因為中藥比較正氣和王道 這些藥物對身體沒有什麼損害 只會令身體更加旺盛和強壯 所以 小孩子 其實我們也經常喝中藥 或是 煲一下湯水 你也叫小朋友喝 所以 你喝了那麼多年 都很健康 對嗎 對 你如果用得對 配套得好的 他更加會健康 很多時候 古代那些美人 後宮佳麗都是 十幾歲 甚至乎 小時候 他們已經是 給他塗一些東西 上頭髮 塗一些東西 上面 所以 他們的膚色 樣子 跟一般老百姓 是很不同的 以前沒有西方全日的化妝品 但是 後宮佳麗每個人都很滑正 皮膚很滑 很有彈性 黃帝看見都很難 心動 是這樣的情況 因為 幾千個佳麗要爭一個黃帝 每個人都要爭靚 是 原來是這樣的情況 好 周醫師 剛才說中藥的作用 其實他有沒有分開 局部去刺激我們那些細胞 無狼 刺激完之後 才讓你藥物吸收 或者是有沒有步驟 我們想利用的時候 有沒有什麼方法先 哪些行後 這樣呢 其實主要是我們先 我們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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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皮膚上很嚴重的暗瘡 當然是先 燒了暗瘡 不能馬上補 對 不能馬上補 先處理暗瘡 發出炎的地方 當然是先燒了腫 不可能先去美白 程序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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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暗瘡 是最重要的 先解決了 你正在腫瘡 還去美白 即是沒有意思 是 你先搞定那顆東西 是 搞定那顆東西 你再來美白才有意思 是 例如你本身有斑 當然是先解決斑 調理的斑 例如你局部調查去斑的東西 膚的東西上去 或者是調理身體的光腎功能 而處理斑 之後再逐步處理整體的 例如我皮膚有彈性的 皮膚要白的 這是一個過程 一個循序漸進 先處理最嚴重的問題 最明顯的問題 最急切需要的問題 是 剛才說到面上 有這麼多顆顆 Tricia 你有否留意到 你生暗瘡少 我也生多 有些暗瘡有龍 有些又沒有 有顆顆 紅色的 是 但又沒有龍頭 是 這些是女生醉咒的 是 不可以的 一枝就有人 這些不可用手折 在中醫角度上 如果有出現這樣的情況 應該怎麼知道 有些有龍 有些沒有龍 那我知不知道它呢 有龍或沒有龍 那屬於什麼 其實都是脂肪在毛孔中積聚了 只不過它還未發現 通常有龍是一個後期的表現 有龍已經到很後期 皮膚毛孔塞得很厲害 它才會推出來 推出來 不單止推出來 周圍附近都開始發炎 是 才會變成整顆東西 你看到的 是 但它未見到之前 原來裡面 是那個位置 已經阻塞了 是 而阻塞得越來越厲害 就會開始發炎 是 所以其實是一個先後程序的問題 你看到那裡有些脂肪 有些軟的脂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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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些是有龍的 這是一個程度的問題 這是一個過程來的 通常是脂肪先的 很軟的脂肪先的 白色的 然後是黑黑的 叫做黑頭的那些 那些黑色的脂肪 又有髒的東西 又有菌 又有脂肪 又有脂肪 混合在一起 當它積聚了一段時間 你不管它 它就硬了 變成一些硬的脂肪 你再不理它 它就周圍 可能是毛孔 發炎 成為了暗瘡 暗瘡已經是很後期的表現 當然這些是其中一個美容 去醫治暗瘡 剛才周醫師上半場 他說了 不同的中藥 又有驅風 又有理氣 又有溫陽 清熱 周醫師 我詳細問一下 因為我想 觀眾都想知道 有哪些藥 是驅風的 剛才你說的 例如白紙 鋪本 桂枝 桂枝 白薑蠶 白薑蠶 薄荷 這些可以驅風 對 驅風 對 這些基本上 都要問醫師 要問醫師 要斷症 對 對 自己不可以說 我覺得肚臍有風 因為很多病人都會問 對 他不知道什麼叫風 對 沒錯 要找醫師斷一斷症 對 很籠統 不可以自己判斷自己有風 對 對 有些人說頭痛 又說我有頭風 對 未必一定是 對 對 有些是容易斷症 對 自己覺得不夠氣 這是容易斷症 這樣就要補氣 或者你的臉是青青的 怕冷 很明顯 不夠血 血虛 就是補血 很多時候都是民間智慧 有些是對 但很多是錯的 很多是錯的 好 我又知道有些是益氣溫陽 好像人心 北極道中 北極道中 其實最主要 我知道他們是用來 調節體溫 維持撞腐功能 是 和推動那個 氣血的瘡液運行 那這些 基本上大部分人 如果是用量少都可以用 用量少都可以用 對 因為道中 或者是一些 這些都很溫和 北極 黨參 這些都比較溫和 一般人煲湯都沒有問題 可以長期試胃 可以吃得到 對 基本上現今的人 很多都是虛靜度 虛靜度 都是手腳冰凍 或者是臉青口腎白 精神不夠 很累 這些是普遍的症狀 民間已經老化性都會用 對 對 中藥裡面有些是養血之陰 對 這個有什麼好處呢 就叫做改善面部的血液循環 對 血液循環和滋潤皮膚 令皮膚滋潤 紅潤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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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當歸 當歸 鵝 鵝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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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肉粥 但是這些 我知道 這些是比較黏黏的 吃得多會不會很適合 要適當的調理 對 對 有一類中藥有清熱解毒類 對 有些苦心 地膚子 地膚子 浪煉 菊花 等等 這些是比較苦一點 對 看回體質 對 這些比較清熱解毒 對 清內熱和外熱都可以 但是 這些清熱的藥 都是比較寒涼一點 如果本身的人是比較虛 就不可以亂用 就是要問問意思 問問意思 其實外敷有沒有這麼厲害 如果是外敷就沒有這麼嚴重 但都會因為 外敷和內敷都差不多 為什麼呢 因為外敷 皮膚上有很多毛孔 毛孔上有很多微絲血管 我們這些藥物 帶上去 其實都會透過皮膚 沒有血管 吸收 在血管吸收 血管吸收之後 其實全身都會運行 所以 如果是用得不對 都會有影響 都會有影響 所以 不要留意外敷 就是問一問 雙碎 對 對 有些我們叫真香 真香味 剛才說 丁香 霍香 蛇香 蛇香 這些也是 珠沙 這些都可以是真香 令身體 好洗澡 對 不過我喜歡蛇香 現在不能買 金藥 金藥 有家有脂 慢慢用 貧臨絕種 對 因為它很貴 小小顆 可能已經幾十萬 對 對 Tracy 如果找到瓶 告訴我 我把他抹下 不會被人拘捕 不要這樣收拾 魚龍師會來找你 射香其實不是一種中藥嗎 是中藥 但它是貧臨絕種 對 很多藥開始有管制 好像老虎 虎吉 沉香 管制的藥 蛇香 紅膽 牛王 這些都是管制的藥 因為它貧臨絕種 找不到的 你再拿 就沒有了 有的可能是騙你的 我猜是 對 人工 對 沒錯 我知道周醫師 如果活氣類 就會有 一些 叫甚麼 憶無草 擔心 癢血 紅花 如果有些斑 這個也可以 是的 是的 沒有草 紅花 它本身是狠氣活血 有些斑 血氣不好 臉色不夠紅潤 是的 它都可以幫助我們 令到血氣循環得好 不過女生來經的時候 就少一些 沒錯 離經的時候少一些 因為它有活血化魚的功效 可能令你的經驗多了 未定 是的 出血量會大了 是的 即是如果每個月吃了都會多了 不是 就是離經期間 出血那幾天不好吃 會影響到的 所以都要看著 女士們要注意 是的 通常這些用的都是女士 是的 女士喜歡 喜歡女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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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是的 還有一些去濕 剛才說過 去濕的人 有些人反面上變毛毛 是的 例如有濕 沒有錯 即是去濕的人 霍香 鬥扣 滑石 你講開 是的 耳米其實好像說挺好的 耳米也好 耳米也好 耳米不單是化濕 其實耳米也很好 耳米也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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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過量要用大一點 也可以 但同樣也是 越經期間就不好吃了 是的 因為這些是滑舌 滑舌 清熱 也有一些行氣活血 如果這個味 如果是有了小朋友 就不應該吃了 有了小朋友 看看 你用量多大 小量它就不會 滑了胎出來 不會滑得很厲害 是的 所以要看量 要看體質 人體的體重 要分別 如果不是 譬如說 有些人的胎 已經是胎動不安 或者本身已經不是很穩固 那你當然要小心點用 是的 但如果本身沒有什麼問題 那人是很結實的 很壯實的話 那你用一點沒問題 是的 是的 我知道 乙米其中 扁平油 都可以幫幫幫 因為我們浸浸浸的時候 都可以幫幫幫 是的 所以乙米有幾個功效 是的 但量要很大量 是的 可能幾兩 幾兩 整桶買回去都可以 好 周醫師 可不可以 講那麼多中藥 有沒有什麼湯水 或者平時食療 可以介紹一下給觀眾 可以 可以 譬如說 通常我們建議 喝的湯水 都是平時我們常見的問題 是 常見 一般老百姓常見的問題 通常是濕 或者是 氣虛 血虛 是的 所以如果是濕的話 我們通常會加一些生意米 生意米 生意米 加一些陳皮 加一些豬肉 瘦肉 加一些薑 其實本身的化濕功效已經很好 而且一般人 老百姓都很習慣用這些 很習慣用 很簡單 是的 是的 我知道不同的季節都有 雖然夏天我們濕一點 其實冬天可能有濕 冬天也有濕 是的 普及夏天比較濕 因為夏天天氣熱 出汗多 尤其是我們香港屬於亞爾大地方四面 包括沿海 濕氣會比較重 如果在北方比較乾燥的地方 沒有那麼多濕 香港的南方地方 沿海是特別多濕 所以廣東人經常喝涼茶去濕茶 去濕茶 但我知道有時候 只是有些人的體質去濕茶不行 是的 反而去濕茶太寒涼 濕不去 沒有濕 所以有時候 他本身太虛的人 要補氣才能去濕 是的 補氣和去濕也同時一起來 是的 所以觀眾也聽到了 周醫師說 其實我們中醫看病用藥 都是看回奧妙在哪裏 要不然 真的不知道怎樣去濕美容 周醫師知道 煲湯這些東西 我們上班都很麻煩 其實我知道市面上 都有一些產品 產品成品都可以吃 沒錯 為何我這樣說 因為 我知道 有些人真的吃了挺好的 看Tracy的樣子 沒錯 Tracy也用過 對 臉色又紅潤 又白 又精神 是的 周醫師 你自己都經常研製一些 忠誠藥的配方 沒錯 令到美白 美容 我知道有三種藥 你可以介紹一下 沒錯 我知道你可以介紹一下 好嗎 好啊 我們來介紹一下 這三種藥都有獨特的功效 對 就像這隻一樣 我們叫做女之寶 女之寶 它的特別的地方就是 針對女士的美白 身體的補血 或者是活血 活血 活膚 細胞活化一點 都很好 令到身體的女性刺激素增加很多 對 那臉真的吃得漂亮很多 臉真的漂亮很多 還有比如說手腳冰凍 是的 那個驚奇來完之後 很多女士都會面色很白 或者是手腳冰凍 或者是 可能因為虛寒的關係 小腹都會有一種很痛的現象 是的 有些女士來經的時候 肚子冰冰冰 而且很痛 這些都是屬於虛寒的情況 對 越痛 通常都是虛 和寒特別厲害 所以女士是很需要溫經 散寒 補血 所以這個女子寶是針對 女性常見的問題 和普遍的症狀 可以幫助我們 吃了一張氣血運行之後 臉色都紅人翻 也可以調經 補血 補氣 血氣循環好一點 也有美白潤複 活發細胞的作用 還有就是 在更年期都可以吃 更年期都可以吃 它會調整內分泌 和荷爾蒙 還有一個好處就是 它有風控作用 這個才是最重要的 剛才說了那麼久 我們沒有說 不過說 其實女性的風控很重要 對 女性的美 其實跟身材的美 都很重要 不單止是臉的味道 可能是身材 穿衣服都要顯示到美態 對 所以這件事對女性來說 可以看到 在美方面 顯示到很重要 過去美 身形 清脂通是否真的適合 清脂通 清脂通其實是 顧名思義 它是清脂 是消耗脂肪 很多女士 雖然看起來都不是很肥 但是它總是說 有些部位是肥一點的 是 不過是遮驗得好一點 是 這個清脂通就很適合 無論你是遮得好 還是遮得不好 遮到還是遮不到 總之你是有肥 或者脂肪多的地方 它都可以幫到 譬如說 有些 有些白白肉 有些白白肉 或者是水腫 是 很多女士肥 不一定是脂肪多 可能是水多 水腫 是 類似水腫 是 經常有 是 脹管於身體的肌膚 脂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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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是胸肪 頭上有很多女性 所以去水、消肿在减肥方面亦显得很重要 它本身亦都可以令到很多毒素、水器排出体外 比较正气,不会说射,但它会脆弱 你去完厕所之后会发觉里面有些油 你直接看到有些油出来 身体里面有很多的油,直接放在面上 很多人吃完后会觉得有些油都放在面上 它说是否西药 我觉得很直接肯定 这个里面是纯中药 最后这种简物真的有一个特别好处 因为我自己也知道 将一个人身体的酸简道平衡 当你的人由酸性变简性 你会减少很多心血管病、糖尿病等 没错 比如说我们身体的脂肪是属酸性的 如果我们身体越多脂肪,含酸性越高 或者我们越吃得多肉类的东西 或者吃得多的内脏、贱窄的东西 我们的脂肪含量越高 脂肪含量越高 脂肪含量越高 酸性体质越厉害 酸性体质越厉害 你的细胞就越容易老化 皮肤越来越差 那细胞就容易出现病变 无论是糖尿病、癌症、痛风症、高血压 都会容易出现 降低酸性后 你将这些问题减得最低 而且当酸性降低的时候 它会平衡脂肪的储存量 因为脂肪是含酸性的 所以很多时候你吃完这个 因为本身含碱性很高 所以你会发觉 它也会有一种排便多了的感觉 因为身体将酸性的东西排出 而酸性的东西 很多人在身体内 是以脂肪的形态出现 或者胆固素的形态出现 所以它会排出的时候 也会去得特别畅信 但其实不是真的射的感觉 它是将酸性的物质排出体外 各位观众 我们今天讲的中医美容全面体 其实各位可以用中药 或者可以用中药的承药去帮忙 有什么问题 随时就电邮给我们 有什么问题 问周医师的产品 都可以打电话或者电邮给我们 今集时间到 谢谢大家 再见